江畔独步寻花 自从安石之乱爆发之后 许多城市都陷入到枪林剑雨之中 长安 洛阳 扬州都是千疮百孔 而有着天府之国美称的成都 因为偏居西南 即使在战火铺天盖地之际 也依然能够在重山峻岭的守卫之中 继续过着安定祥和的生活 所以当杜甫成功逃离 风烟四起的战场 来到这片世外桃源的时候 也便很快一扫愁容 嬉笑颜开 春天里杜甫漫步在锦江畔 一路上野花烂漫 风景如画 向来爱花的杜甫看到此景 便瞬间神清气爽 专心闪花之余 还一口气写了七首江畔独步寻花 而最酣畅淋漓的 当数其中的第六首 诗提名为江畔独步寻花 畔是旁边的意思 诗提是指在锦江边独自散步 寻找春天的花朵 此刻满面春风的杜甫正遍寻江畔 饶有兴致地开展了一场最美春花屏蔽大赛 杜甫的目标首先锁定了来自竹林深处的环花 她那脆竹硬撑下着一束白花 堪称风华绝美 可惜了 那多事的红花非要掺和其中 坏了纯白的雅致 勉强给个八十分吧 接着 杜甫又成功发现了黄石塔前的桃花 深红浅红的花瓣都美极了 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哪种颜色多一点了 给个九十分吧 还有没有更惊艳的花朵呢 就在这时 黄四娘家花满西千朵万朵压制的惊艳登场了 娘是唐朝对妇女的尊称 因为此女子姓黄 在家中排行第四 故称黄四娘 西指小鹿 绕完大半个锦江 杜甫才发现原来最美丽的花朵不在远处 就在邻居黄四娘家门口 看看 黄四娘把自家的花朵栽培得多么好啊 繁茂的花朵把门口的小路都盖住了 连成了一大片 密密层层的千朵万朵 又大又多 把树枝都压低得快要断掉了 风一吹 那些花瓣便从树枝上飘落下来翩翩起舞 而更美丽的舞者其实是榴莲细蝶十时舞 自在交音 恰恰提 榴莲就是榴莲 舍不得离去的意思 恰恰形容鸟叫声和谐动听 那些舍不得离去的蝴蝶继续在花瓣间飞舞游戏着 而树上的黄鹰也边跳着舞步 便提叫着和谐动听的歌曲 樊花将黄四娘家门口装扮成了一个多么娇艳的舞台啊 让彩蝶的舞蹈 黄鹰的歌声都变得更加动人 而在这花树之下 还有杜甫像彩蝶一般在繁花似锦中留恋着不舍离去 像黄鹰一般在落鹰缤纷中自由自在地放歌 能让大诗人写出这般不我交融的诗句 黄四娘家的花能达多少分就不用说了吧 黄四娘家花满溪 千朵万朵压制低 榴莲细叠十十五自在交音恰恰提